就是不想要領最低時薪而已 200到250 就是因為現在基本是185 我覺得網上加一點點會吸引我一點 基本工資時薪183 學生期望還可以更高 不過這樣的打工待遇 卻讓中國交換生震驚不已 這是學校食堂貼出的真人啟示 開出時薪185台幣 台灣清華大學一位中國交換生 發文表示震驚到我了 食堂兼職時薪超過40元人民幣 如果一天工作8小時 輕輕鬆鬆月入過萬 收入甚至比在中國當正值還要高 但對清大學生來說不足為奇 還行啦 以大學生來說 對 夠了 比較像就是小外快 或者體驗打工的經驗 實際走一圈校園 時薪還有更高的 而中國學生會感到驚訝 是因為比一比中國一線大城 上海最低工資標準 24塊換算台幣108元 相差快要一倍 而比起香港實薪40港元 台灣基本實薪的確高出不少 經過連續八個年度的調升 當然會讓有些這種外國人或外籍生覺得 這個實薪的水準其實是蠻高的一個情況 連續八年調升最低工資 累計調整幅度高達37% 但基礎工資起點高 相對來講物價其實也漲不少 三文新聞 我們留意科目宣 台北層舞蹈